大家好 我是张瑶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大西洋杂志 最近新出的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 那作者除了是一位美国的记者和作家之外 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的副国安顾问 那她是在今年9月的时候访问台湾 也专访了蔡英文总统 那她到台湾的总统府去做这个专访的时候 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那台湾的总统府的入口的那个高高的塔楼 那很容易在被入侵的时候当成目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她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访问蔡总统的 但是蔡总统应该让她很惊讶 她说蔡总统看上去 跟历史交托给她的任务 达成了和平 这句话其实我看了几次 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我就想说呢 一个人不跟历史交托给她的任务达成了和平 是要怎样呢 难道一个人要跟历史交托给她的任务去战斗吗 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那就让我觉得说 那她对于台湾 对于台湾的领袖的想象 应该是一位像是勇者斗恶龙里边的勇者一样 应该时时刻刻都处于一个战斗的 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一个状态 或者至少是一个紧张的焦虑的状态 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 蔡总统在她面前看上去是很轻快的 很平静的 那当然很谨慎的选择自己的措辞 但也就是这样 那看上去当然不会像是 泽伦斯基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战事总统一样 焦虑紧张甚至是沉痛 那蔡总统当然她不是没有在做准备 其实大量的准备都在默默的进行 那譬如说你像这位记者最关注的国安 国防的这个议题 那蔡总统不单是把台湾的国防预算 会提升13% 14% 这样大幅的一个提升 而且的确也有听取外界的 无论是美国的呀 还是李启明将军的意见 那其实最近购买的很多项目 都是这样的非常规的作战的武器 那你像在经贸上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蔡总统一直以来的新南向政策 包括现在跟美国正在推进的贸易的谈判 你包括像最近英国的经贸的傅大臣访问台湾 大家也都在说英国有没有可能跟台湾 签署这样一个经贸的协定 那当然还交了很多新朋友 立陶宛啊 中东欧各国啊 捷克呀 斯洛伐克啊 大家都是台湾的新朋友 在外交上面做出这样的一些拓展 那包括蔡总统她也支持 明确的表态支持 那台湾的公民社会啊 那这样的一个备战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其实很多很多动作都在做了 你包括蔡总统最新成立的 这个唐凤的数位发展部 那努力的在推进在 无论是这个网络的安全 尤其是暂时的网络的稳定和安全 包括这些应对假讯息啊 应对这个网络攻击啊 这个方面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动作出来 只是蔡总统看上去啊 很平静 很轻快啊 罢了 那蔡总统特别啊 跟这位记者提到的一个啊 就是啊 蔡总统希望啊 加强啊台湾 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韧性 那这位记者啊 她对于韧性的理解啊 其实倒不是啊 跟蔡英文总统交谈的时候理解的啊 她是在跟台湾的公民社会互动的时候啊 更深刻的 更清晰的理解了 说什么叫做韧性啊 那她就提到说 她跟台湾的一个事实核查的NGO组织啊 叫做真的假的啊 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两位志愿者会面啊 都很年轻啊 那这位女生呢 是大概30出头 那男生呢 她说看上去就像台湾版的约翰列农 那应该是很有文艺气息的啊 这样一位男生吧 但是这两位呢 在一个周三的晚上啊 那一起啊 到了一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空间 在这个会议室里面啊 那打开电脑啊 开始一起啊 研究说如何开发一个网络的工具啊 能够更好的做事实核查这方面的工作 那这两位志愿者在努力的去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那这位记者呢 就开始研究说 他们一天到晚到底在处理什么样的假讯息 那这样一则一则讯息的往下看啊 他才理解了什么叫做任性啊 什么叫做任性啊 那这些假讯息啊 那各种奇葩的讯息都有啊 什么啊 这个法国的马克宏啊 那在一次私人的谈话中啊 那赞赏啊 共产中国之类啊 什么美国密谋啊 要让台湾战死到只剩最后一个人啊 就这种各种各样的假讯息 那他呢 就坐在那里啊 一个一个的往下看 那他就说 他说 这两个年轻人啊 还有啊 跟他们两个一样的啊 就光是这个真的假的这个事实核查组织啊 就有两千多名志愿者啊 这两千多名志愿者啊 他们都没有薪水啊 他们都是无常的在工作啊 无常的啊 在这样一个周三的晚上啊 努力的在工作 那应对的是什么呢 应对的就是共产中国 他啊 用一整个的啊 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啊 这么富有的一个极权专制国家的啊 没有底的资源啊 深不见底的资源啊 所啊 扔到台湾的这些假讯息啊 无穷无尽的这些资源 无穷无尽的这些假讯息啊 那就是啊 像这两位啊 台湾的年轻人一样的啊 那这么多的台湾公民社会的成员啊 大家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去啊 去啊 做核查啊 一个一个的啊 去啊 去啊 坚持说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真相啊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事实 他说他这样一则一则的讯息 看下去啊 他才懂啊 什么叫做任性啊 什么叫做吴钊燮部长跟他说的啊 认知作战啊 那啊 他啊 经过这样一个互动之后啊 就更深刻的了解了 蔡英文总统说到说 他希望啊 他努力啊 让台湾啊 更有任性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啊 一种整个台湾全社会啊 所参与的这样的人民的力量啊 这样的啊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啊 但是坚定的啊 日复一日的抵抗啊 就是没有任何人给台湾人钱啊 去做这个事情啊 但是台湾人民就意识的啊 就日复一日的啊 再去跟共产中国这样无穷无尽的资源啊 去做对抗啊 这就是啊 任性啊 这就是台湾啊 台湾人的任性啊 那除了任性之外啊 他对台湾当然也有自己的观察 他说台湾啊 台湾人啊 非常的自我的克制 非常的有礼貌啊 非常的彬彬有礼啊 他说他刚入境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他入境的时候呢 还要遵守这个三天的 这个自我隔离的这样的规则嘛 结果为了确保啊 那这些旅客和大家有在家里啊 乖乖的隔离啊 必须呢要有台湾的手机的号码 那在这个入境的时候 那台湾的工作人员 当然就要向每位旅客解释说 你如何在台湾啊 这个使用台湾的这个号码 如何把这个SIM卡啊 那安插到这个手机上面 他就说他旁边的一位美国的旅客 非常的不耐烦啊 但是呢台湾的这位工作人员啊 就非常平静 非常有耐心的啊 一遍又一遍的去解释 一遍又一遍的去解释啊 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 他就突然想到说萧美琴啊 那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啊 跟他讲过一句话啊 他说萧美琴说 台湾必须要做啊 这个一个教室里面啊 最优秀的啊 最完美的那个学生啊 那这样呢才能够保护自己啊 不被啊这个恶霸欺负啊 才能确保自己能交到最多的好朋友 跟台湾一起啊 来对抗这个恶霸 那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来解释台湾人的自我克制啊 和彬彬有礼啊 其实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很多很多台湾人内心深处啊 都有啊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就是说啊 那要啊尽量啊 好的去营造台湾台湾人的形象啊 以此确保说啊 台湾能够有最多的啊 最好的朋友啊 这的确是这样的啊 那其实这也就回应了 他跟蔡英文总统互动中的啊 问题啊 那啊 其实啊 像这些左派的记者吧 那他们是很喜欢啊 煽情的啊 他们很希望蔡英文总统能给 他们一个煽情的回应 那你像譬如说他就说到说 那在未来 那台湾的总统啊 可能就会像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一样 要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蔡总统所面临的这样的威胁 这样共产中国的挑战 那他总想问说蔡总统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你是怎么感觉的 那结果蔡英文总统回答说 那威胁是真实的 那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记者问蔡总统啊 面临这样强大的一个挑战和威胁 是什么样的感觉 结果蔡总统说呢 我们要做好准备 那这位记者还是不死心的啊 在跟蔡英文总统啊 在访问最后啊 问了蔡总统一个问题说 那你会不会更希望去做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的总统 去处理一些正常的问题 什么通膨啊 这些这个经济发展呀 这些问题啊 而不是要时时刻刻面临共产中国的入侵的威胁 那他说蔡总统想了一下 那但是没有流露任何情感的 就回应说那我们的确很倒霉 旁边有这样的一位邻居 但是这也让我们更强大 这也让我们更强大 那其实这是一句实话 但是实在不是这位记者想要看到的 这位记者他毕竟在奥巴马时期做官员嘛 他应该很喜欢奥巴马呀 或者泽伦斯基他们那样的一个激情澎湃的煽情的表达方式 但是蔡总统他肯定是煽情不起来的 你让蔡总统去配合记者进行煽情的一种表达 那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蔡总统的表述啊 那总是非常的清晰明确而且理性的 非常非常理性 那人家问你的感受 他说要好好准备 人家问说你会不会想做一个更容易的总统 更容易的领袖 他说磨难让我们台湾更强壮 那总之呢就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啊 就是说奥巴马时期的那些官员 那他们呢慢慢的跟上了时代的脚步之后 他们在补台湾对于整个世界 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他不只是台湾的重要性 其实不只是台湾的重要性 而是台湾的一种应对中所流露出来的 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对抗中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可能像奥巴马那样的一种浮夸的 一种表演式的一种统治的 这种领袖的风格很好 但是呢那不是台湾的风格 那不是台湾的风格 台湾就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参与日复一日 没有人给台湾人工资 但是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的去对抗 去对抗 这是台湾人的任性 这是台湾人的自我克制 台湾人的礼貌 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新的台湾式的一种对抗 可能跟这位记者想象中的这样的勇者斗恶龙 这种画面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这位记者 他也更深刻的理解了 那台湾之所以能够这么优秀 台湾的优秀究竟从何而来 我相信他会有对台湾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